人们总习惯了身边的一草荧幕 每天来去冲冲的 是否足足看他一眼 今天就让我肥肥猪特派员 带大家来认识万鸾乡吧 临近潮州镇 进入万鸾乡 先看到的是以鹿做的鹿口异象 告知你进入鹿寮村了 路边招牌清楚标示安鸾山庄 这是一处以多国蔬食料理美食为主的数食餐厅 常常每一道都被吃个精光 像可可树带入万鸾 改变了乡下常看到的檳榔树 透过导览让我们深入认识可可 而不是停留在过往甜甜的巧克力 是一处适合亲子寓教娱乐的好地方 穿过大家熟悉的主角街 来到硫磺村 这是一个新景点 3D彩绘吊桥 上桥前 地面也是有彩绘 站在火焰峡谷的龙 底下还有熊熊火焰在烧 好不真实 来到万金村 万金天主堂是屏东万鸾乡一间天主教教堂 为台湾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建筑 也是台湾两座天主教宗教圣殿之一 除了上述几个代表万鸾的景点之外 还有几个私房景点 要您走一趟享受其中 像陆寥村的公共洗衣场 五沟水天然涌泉 万金村前往营区的绿色隧道 及西方道坛 交通的便利拉近了船箱的距离 让大家更能扩大一日生活圈 不用走远 从你身边城镇出发 以上就是特派员飞飞猪 带你们看万鸾不同的角落